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必忍之善 妾是偷妾 他举的例子也举得很好 譬如 妾人之文 一味也己足 这个事情自古以来也常见 别人写的文章 他据为基 把人家的名字去掉 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表 人家辛辛苦苦 近多少年研究的 发表一篇论文 结果被别人窃取了 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 赵立本巨师 那是个大学教授 多少年努力辛苦 写出了几篇论文 结果发表一看 不是他的名字 别人的名字 所以他非常不贫 以后工作辞掉 去开餐馆 他把这事情告诉我 诸如这一类 冒别人的功劳 古今中外 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 这个是自欺欺人 我们仔细观察 看看他有没有好的结果 大部分 晚年都遭遇到果报 纵然这一生当中 没有白露 感应篇里面讲得好 天地鬼神 你能够瞒得过人 瞒不了天地鬼神 天地鬼神真有啊 不是假的 那不是瞎人的 这些道理事实 我们都要懂得 尤其我们身在 现前这个时代 诸如只要冷静 观察 各个方面资讯的报道 我们就明了 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 灾难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我们还不知无 还在那里造孽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这个后果 会很快就要到里 我们生在这个时候 共业所感 我们能幸免吗 如果要求幸免的心 有这种念头 那也是个错误 所以我们很清楚 不可能幸免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会 活着一天 这一天 急功累得 断无修身 不怕死 人哪个没死 死很平常 问题说 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 世间人不懂 我们懂 抓紧机会 断无修身 你就决定正确 什么是身 什么是无 要搞清楚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是谁 利益自己的是我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全心全力 为社会 为众生 舍己为人 为他们服务 你诚心诚意 为他服务 他未必感谢你 可是我们知道 应该要做的 一定要做 我们并不求人家感激 只把我们自己 本分的事情做好 我们本分事情 就是写几位人 为众生服务 这佛物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帮助别人去 帮助别人断卧修身 帮助别人 破弥开悟 我们能这样做 这是真正佛地词 真正的菩萨道 最经不可一不妥 离不能够不解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一定要依照奉行 一定要依照奉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